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我们再来开一期节目说说我国的这个第一大岛,台湾岛 这个台湾岛这两天应该说情况非常糟糕,大家都看到了 大前天是188,昨天的206,今天333,三天时间600多个病例 应该说台湾岛开始沦陷了吧,之前一直说自己是这个抗疫优等生啊 然后那个三天时间600多个病例啊 他的这个为什么会爆发呢,其实原因很简单 这个除了他的防疫方面的一些不作为以外啊 一直用政治的这种因素啊 污名化这个整个的这个新冠肺炎是中国制造 然后呢,又以政治的这个因素啊,就是谋求他自己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些利益吧 以蔡英文为首的这个,你说他这个台独分子也好 你说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民进民进党里面的这个头头脑脑也好 都是这样的嘴脸 而且呢,之前啊,不管是这个国民党统治的这个政府 还是这个蔡英文统治的这个民进党的时候啊 我们看到台湾政府多年啊,一直是把他的这个很多可以花在基建上的钱 结果用于什么?买军火了 而且你买完军火怎么?不能用啊 甚至都没有停在你们家里面啊 停在哪里啊?停在老美家里面啊 他说你现在不能用,我替你保管,我替你maintain 就是不停的在在用这个棋子啊,在让他发挥他的功能 那蔡英文其实他他也很清楚这点啊 他怎么不知道台湾是个棋子呢 但是问题是他自己能在里面捞到捞到利润,能捞到好处啊 台湾岛上几百万的老百姓对他来说也就是一堆肉 一堆党在大陆统一战争时候发射过来火箭的那堆肉 大家信不信我把这句话放在这儿 有一天解放战争一打响 蔡英文首先第一个他就会去美利坚和中国了 他可不会在那里等着啊 等谁啊?等那个美国爸爸真的来救你们吗?不可能的啊 他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当然咱们这期的主题不是说这个啊 这期的主题还是说一说台湾 台湾三天时间六百多个病例 大家想一想 这个在中国任何的一个省 你的这个省长书记早就下岗了 对不对? 那你看你看在台湾发生了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发生 西方国家嘛 对吧 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西方国家的那种民主的制度嘛 可笑至极啊 先不说你这个台独的事情 光是你的这个抗议的这种不作为 你的这种失败的这种管理能力 你早就下岗了 他不是说没疫苗 他有啊 之前美国给了他三十万剂啊 大家不要笑这个数字啊 真的三十万剂啊 阿斯利康啊 这个多了不起的发明啊 三十万剂阿斯利康啊 好家伙啊 以至于他的这个接种的比率啊 百分之0.4啊 百分之0.4啊 那么那就不肯定的吗 你说一个正常人谁敢打阿斯利康呢? 但我告诉你啊 在加拿大很多老外敢打 亚洲人不太敢打 正常思维的一部分的老外也不敢打 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老外啊 他真的是敢打呀 那真的是厉害啊 这个咱们不是说要 这个拿人家的不幸来开玩笑啊 我相信有一部分人也是迫于无奈 疫苗不够 那你两杯毒药你要挑一杯喝嘛 你是冒着被新冠感染的这个风险 还是说你冒着这个 打了阿斯利康以后会得血栓的风险 他要为了保工作 他总要挑一杯毒药喝嘛 那我想大多数人肯定还是会打的 因为那个阿斯利康的这个比率啊 还是不是那么高 当然是能能不打千千万万不要打 甚至说句难听的你工作不做也就不做了 啊你你你就家里面休息个一年半载的也也没什么了不起 对吧毕竟生命啊有的时候不值得拿来冒这个险 不要让自己的生命去弄险 我是这么觉得啊 然后今天呢有一个好消息啊 当然对于我们台湾省来说 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呢 拜登总统说了 在7月4号美国伟大的国庆节之前啊 美国首先要要这个对付之前的一个承诺也就是之前承诺过的啊 也就在5月份可能就要交货的6000万剂 阿斯利康的疫苗 6000万剂阿斯利康啊 事件名牌啊 然后呢还有这个一个大礼包 什么大礼包呢 就是包括阿斯利康强生 莫德纳 还有这个辉瑞 四合一的一个礼包是一共是多少呢 2000万剂啊 至于具体每一个品牌是多少没说啊 包括这四个品牌在一块打包2000万剂 哎呀 我我真的觉得拜登啊 咱们以前一直批评这个特朗普政府 说这个特朗普这个搞种种族歧视啊 白人优先美国优先 你看看拜登其实现在玩的一一模一样的游戏啊 你从疫苗你就看出来了 自己囤了几亿支几亿支啊 然后你从从他这个开始这个广泛的给他的这个全全美的这个老百姓接种疫苗开始啊 他到今天为止一共散散出去多少呢 不超过五五百万 这个不超过五百万 而且是离加拿大墨西哥这种他身边的那么那么紧紧的这个邻居算在里面的不超过五百万 这个就是美国做的事情啊 反过来你再看看中国发了多少呢 中国目前全世界目前所有接种的疫苗 中国的这个发出去的疫苗超过百分之四十了 所以咱们不说别的就光是这一点你就看出美国啊 他永远啊是嘴上说一套自己做一套啊 他们以前一直觉得特朗普好像才是哎 这些种族其实美国优先 白人优先 其实现在你一看民主党上台一样的 拜登没有没有说做出不一样的事情 只是他比特朗普接受过更多的高等教育而已 知道怎么去装的更文明一些 其实心里面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呀 一样的 那你说接下来台湾的这个抗议会发生什么呢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预测吧 我觉得我的这个预测啊 基本上这个发生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首先第一个啊 我觉得可能很多老百姓他要说啊 不要给他 还还记得吗 这个当时武汉这个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 台湾可是一个口罩都没给我们啊 所有的一大帮的这个这个国家和地区 除了美国以外 都是给我们发来了援助 就连日本 一些民间的组织都给我们发来了援助 韩国啊什么俄罗斯给了不少 对吧 一些国家纷纷是都给中国援助 台湾省一个口罩都没给我们 对吧 一瓶酒精都没给我们 那有些人就说了 不要给他 最好你不要开口 你开口大家都尴尬 对吗 我觉得 其实我我如果是领导人啊 我也会量他一段时间 让你反省一下 你当时是怎么对我们武汉的啊 但是我相信啊 我相信啊 以我们国家一贯的这个作风啊 救人于危难之中 更何况是自己的一个儿子 虽然这个儿子现在这个被别人养了那么多年 脑子进水了啊 已经已经这个变成一个失足儿童了 但他毕竟还是我们的儿子 我相信我们国家马上就会救他了 大家看啊 也许就在今天晚上的新闻 也许就在明天的新闻 我们一定就会出手帮台湾 而且是全方位的帮 人物疫苗什么都给 你要什么给什么 一定会帮他的 我们一直希望啊 还是能够唤醒一些他们心中的一些人性的善良的地方啊 让他们看到 祖国妈妈对他的好 当然我觉得啊 这是这是事情的第一步 第二步会发生什么呢 我会告诉你啊 第二步呢 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有一部分啊 已经脑子里面90%都是水的一些弯弯啊 他一定会反过来再挑你这个疫苗的次 他会说你这个疫苗怎么怎么没效果 怎么怎么只是一些安慰剂啊 然后你你你其实打着这个疫苗的这个目的啊 其实你想笼络人心啊 你想你想这个一下子就统一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用他们自己话讲打引号的这个这个祖国啊 对吧 一定会有一帮台独分子跳出来不但不感谢你还要讲怪话刺激你的神经 大家大家不用觉得奇怪啊 一定会有这样的一步 然后面对这样的这样的做法的话呢 那我就告诉你 然后我们的我们自己的老百姓的可能又会被气得够强 但是我相信了不管怎么样肯定还是会 我们还是会出手回帮的 这是这是一定的不可能 真的你说量他 六个月 真的等那个他的美国爸爸救他吗 给他发了 给他给他发个500800万阿斯利康他敢打吗 说句不好听像 印度啊像一些国家真的如果什么都没有啊 我觉得阿斯利康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因为说句不好听的你 你什么都不做 你你这样平躺 你最后也要死那么多人 你打阿斯利康你死的人数应该比这个还会少 这个听上去感觉有点残忍了但是只是说聊胜于无 就是你两两个 都是很难的选项啊 两杯毒药你挑一杯喝吗 台湾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 我觉得 也可以考虑这一步吧 当然我相信我们国家应该会出手会救他了 但是当 大家听到台湾的那些台独分子啊那些弯弯 说出不好听的话 反过来不感谢啊 还要说一些怪话 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啊 目前在那个岛上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至少30岁以下的人 脑子还是正常的已经不多了 已经真的是不多了 而且随着我们 再往后等啊 这个他的武器也不断的在升级之中啊 美国也也会赚更多的钱 我们统和平统一的这个代价呀 也会更大 所以到底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台湾省啊 什么时候能够变成我国的这个第30 32个省吧 当你算上港台的话是34个了 到底什么时候会会真的画到我们地图上去啊 我们这个 再等等吧 我相信啊 这个 不会太久 跟大家说一个这个题外话 我看到这个 之前有一次在这个我们的这个2035 35年的这个 一个地图当中啊 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15 10 现在是14 5吗 对吧 就是在15 5的那个规划的 这个整个的里面啊 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地图啊 已经把台湾省 划进去了 说是 说是台湾跟这个福建啊 会有一个铁路 会有一个海峡的一个铁路 就已经不已经把台湾划进去了 当然这个官方目前没有做任何的表态啊 只是作为老百姓来说 其实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地图 感觉啊 你是不是有这个意愿在里面啊 呃 我估计台湾的这个疫情啊 不会那么快结束的 因为他 因为大家知道啊 疫苗并不是这个控制疫情的有 最有效的武器啊 疫苗 只是帮你预防而已 说白了 疫苗是什么 就是帮你穿了一件雨衣 你在这一场暴雨里面 你能不能 安全的 生存 你还是你自己的生存能力 雨衣并不能帮你解决质的问题 它只是一个帮你多了一道防护 而且没有一个疫苗是100% 有效的 辉瑞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大家都一样 好吗 最后提醒大家如果还没有注册疫苗的这个注射疫苗的朋友的话呢 一定要赶紧的劝您和家人赶紧去注射啊 不要 不要去打那个这个阿斯利康的疫苗啊 如果你在国内没这个问题 如果你在海外的话呢 不要去打 好那么这一期呢就聊到这里欢迎订阅收看我的节目啊 这样有节目更新的话呢 就不会错过 好谢谢您的收看